又一个被伤病摧毁的格斗天才 俄罗斯名将散打冠军 UFC曾经的超级新星 排名前三的选手扎比特近日宣布退役 扎比特·马格梅德·沙里波夫1991年出生 10岁开始练习摔跤 12岁进入家乡的武校开始练习散打 曾拿到俄罗斯散打冠军 欧洲散打冠军与散打世界杯冠军 2012年扎比特开始打MMA 将抱全力带进综合格斗 扎比特仅在2013年输过一场比赛 综合格斗总战绩18胜1负 2016年扎比特拿到ACB雨量级冠军后 于2017年加入UFC UFC首秀就拿到当天晚上的最佳表现奖 华丽的打法赏心悦目的终结 也让扎比特迅速成为UFC超级新星 也成为2017年欧洲年度新人 2018年扎比特降服布兰登·戴威斯的比赛 更是获得世界综合格斗大奖 年度最佳降服 扎比特两年多的时间在UFC取得六连胜 2020年上半年 扎比特的排名已经上升到UFC雨量级第三位 距离冠军挑战权也近在咫尺 然而命运跟这位高歌猛进的年轻人开了一个玩笑 2020年疑问对手退赛 扎比特与罗德里格兹的比赛取消 随后扎比特也没有新的安排 2021年有媒体报道 扎比特患由于免疫系统相关的健康问题 需要进行危及他职业生涯的手术治疗 扎比特雨量级第三的排名 也由于长时间不打比赛被官方移除 2022年6月 扎比特通知UFC自己将从UFC退役 九病成医 扎比特再次要媒体上调侃 自己已经开始接受医生培训 或许将来扎比特气武从文成为一个医生 扎比特全路很广 招式很多 本科有一番成就 却在当打之年被病痛折磨 确实令人惋惜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